而在南投3000多公尺的荷欢山气象站在今天上午测到了17级的强震风 这打破了之前2021年原规台风15级强震风的记录 而松雪楼的这个铁皮屋顶被吹先了 还有停车场的设备倾倒毁损 另外倾近天空步道的售票亭被吹破 铁皮满天飞 还有中横台八线爆发了土石流 还有一颗石顿重的巨石掉落在隧道的出口 造成交通中断 强风夹带雨势来袭 荷欢山松雪楼游客中心旁的这根柱子被风吹得不断摇晃 感觉就快被吹断 屋顶铁皮出现大缝隙不断上下跳动 到了白天风势更加强劲 铁皮已经快被吹破 几乎快被掀起相当可怕 康瑞台风接触台湾陆地后 带来惊人超强风力 海拔3000多公尺的荷欢山 首度测到建站16年来最强17级阵风 打破2021年原规台风记录 7点13分南楼县和湾山顶七巷站 测得每秒58.2公尺的惊人阵风 这是打破2008年建站以来的记录 也打破在2021年原规台风15级强阵风的记录 松雪楼停车场受废机倒地 线路铁架门板都被吹落 设备毁损东倒西歪 往下来到清静地区同样也是风墙宇宙 清静天空步道的售票亭 不敌强风被摧毁 像是变成废墟一样 道路上还有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铁皮 一下被强风卷起 一下飞落 万一有车辆经过恐怕会被砸中 他飞走了 镜头转到台八线96公里处 大量土石泥流 从边波不断滑落 堆积在碧绿西明隧道出口处 拎头还有一颗石顿重的巨石掉落挡路 交通中断 台中太平区离山到谷关台八线 同样路数倒一片 多处摊方道路不通 还因为树枝触压电线导致停电 台电人员冒雨要前往抢修 连下车都有困难 离山再度成为孤岛 工程单位已经派员监控 等待与世稍缓才能出动抢修 东森新闻为红亲吴俊祥 在南投台中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